请问叶律师您对此消息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其实我在1938年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怎么讲 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如果断代是从1938年开始 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就沦为纳粹德国的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追捕反法习战士 追捕这个欺拿帮助犹太人的这些组织和个人的这种阴犬和爪牙 我这里有个资料 我想这一回我想大家可能都没见过孟宏伟先生 对孟宏伟先生比较深疏 但是呢这一位可能这个建国的人可能还多一点 这一位先生的名字叫做Rinhard Heidrich 这个海德里西呢是纳粹的这个第二号人物 这个Henry Henry Himalay的助手 希姆来的助手 那么海德里西在1938年就开始控制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在1940年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以后 那么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在1942年之前 这个成立于1923年的国际刑警组织呢 是在奥地利这个作为他的主部的 当时有24个这个参加的国家 那么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以后 那么海德里西先生就这个在1940年履新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就是就像今天的孟宏伟先生一样 这个自从海德里西这个任命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以后 他就把总部从这个奥地利搬到了波林 这个那么国际刑警组织 从1940年开始就正式成为纳粹秘密警察下面的一个纳粹组织 实际上是成了纳粹的这个国际警察组织 这个就是今天国际刑警组织采取了这样一个非常荒谬的 我不知道这个背后钱和权进行了何种交易 但是呢我在这里不做猜测 但是呢国际刑警组织显然就是说再一次时空 发生了时空到处 再一次回到了1938年去 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国际刑警组织在海德里西这个法西斯 法西斯投资呢 他是1942年在保加利亚被保加利亚这个反法西斯的游击队 用炸弹炸死以后 那么他的继承者叫做Ernst Cottenberg 这个Ernst Cottenberg呢也是习莫来的习莫来的副手 臭名昭著的 Cottenberg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这个里面的这个主席是在1945年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因为无论是Cottenberg呢也好 海德里西也好 他们都是帮助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制定了最后解决方案 叫做Final Solution 就是要这个犯下的灭种罪 所以呢这个Cottenberg呢这个人呢 就是后来呢是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的死刑是上了侥幸架的 所以国际刑警组织 它的历史是不干净的 是实际上是和纳粹有着不干不净的联系 这个当时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了六个纳粹组织 是这个非法组织 包括这个希特勒青年团 包括冲锋队 包括党卫军 包括这个盖斯太保 但是呢国际刑警组织成了一个漏网的法西斯纳粹组织 那请问一律师呢 第二个问题呢是国际刑警组织它有没有抓人的权利 这个组织是究竟怎么运作的 特别是在美国它有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利 国际刑警组织在美国以及在世界各地都没有执法权 它也没有特殊的警察部队 没有执法部队 国际刑警组织它的主要的职能 就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各个警察组监之间的这种 建立一种协调的互通信息的建立信息交往的关系 严格的来说由于国际刑警组织和集权主义这种 世界上的反人类的势力的这种不清不白的 不干净的这个历史 以及它的更加不光彩的现实 所以国际刑警组织本质上它不是一个职能机构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宣传机器 是一个广告机器 它是靠卖广告来过日混日子的这么一个国际组织 有人把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相同并论 我请各位注意 我对联合国没有太高的评价 联合国这样一个缺乏牙齿的老太婆清贪管 那么这样什么混蛋荒唐的事情都做出来 做得出来的这么一个国际机构 但是联合国毕竟是获得了国际组织的这样一个国际地位 而且呢它是获得了这个就政府间这个组织和联合体的 所以联合国在各个西方各个主要国家 它是联合国官员是享受豁免权的 就具有和外交官一样的地位 国际刑警组织一直在谋求争取这样一种地位 想和这个联合国并起并坐 但是呢它也有点不自量力 这个所以呢 再严格的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 就是专门靠造谣 诽谤来进行的一个国际性的诽谤性通能 它不是一个执行组织 大家不要把它就是说和国内的这个警察组织划上等号 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没有执行的功能 它也不肯承担这个诽谤的后果和责任 这个它一直是这个高高的这个就是高举免职权 它它声称它对它发布的红色通缉令 黄色通缉令 这个它不负任何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其实弄错了也是成员国的责任 不是它的责任 那叶律师呢 我们想了解一下呢 据我们所知呢 你曾经帮助过一个中国的一位商人 来撤销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所发的红色通缉令 那请问一下 你这样的一个事法事件是个经过 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位这个我的这位客户是一位浙江山人 他是2011年这个就是国际刑警组织 对他发出了一个红色通缉令 那么国际刑警组织发红色通缉令 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专到国际刑警组织里面去 也成为具有190多个成员国的 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 那么本来这个席位呢 是应该属于中华民国的 这个这是中国的政统 那么但是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 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以后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 就成为了一个专门的 国际刑警组织的联络局 这个联络 首先这个是红色通缉令呢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发出 就是要求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发出这样的全球范围内的 这个称之为红色通缉令 它的名字呢也不叫红色通缉令 实际上叫做红色一级的 这个通知 叫Red Notice 不是Red Warrant 这个所以呢 这个Notice的意思就是通告 通告各国 通告各成员国 这个协助 欠了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成员 那么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 和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了 就是严肃的交涉 那么交涉经过大概三次 这个三到四次的 这个来来回回的 这个信件 文件 这个就是电子邮件 等等的这个电 包括电话 这个严正交涉以后 在2012年的11月 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秘书处 也就是他的档案处 通知我说 这个就是这个 红色通缉令已经暂时撤下了 他一般都是 如果撤下 他是暂时撤下 这个暂时撤下了以后呢 我这个第一封通知的信没有收到 所以我继续在给他交涉 但是我发现他这个 人的名字已经不在上面了 所以我就去询问 我说这个你们没有给我最后结果的这个 因为说过9月份要在全会上讨论的 这个怎么就是现在不见任何结果 所以他们补那封信 来这封信 我是2013年2月份收到的 2月14号 那么他在信上就说 我们11月份已经临时的把你的这个客户的这个 就是红色通缉令已经撤下来了 我知道最近就是说加拿大有一位律师 也帮一位这个中国的客户撤下来 这位中国客户曾经是在中国法院系统的 也撤下了这个红色通缉令 那么这个红色通缉令是非常难以撤下来的 因为他撤下来有一个前提 只要成员国的公安部警察局总局总监 就是提出要求你撤下来 他就马上撤下来 但是你如果当事人自欺要求撤下来的话 这个非常困难 二战以后 就是没有当事国警察 没有成员国警察最高当局的这个认可和要求 是由受害者本人要求撤下的红色通缉令 我听说不到一打 这个这个里面这个受益人 包括这个泰国的前任总理他心 那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案例 他是通过自己律师的努力 把自己的红色通缉令撤掉的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个红色通缉令的发放上 有有利可图 他要收非常高昂的就是这个立案费 所以呢 而且他主要就是靠这个立案费和各国政府的认捐 自动认捐不定数额 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上 本月份能够获选为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这个主席嘛 我相信根据撒币的这种惯例 那么肯定是花了很多钱 还认捐了可能相当大的数目金额 那把这个位置呢买下来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当选国际刑警主席 那么它意味着呢 中国的这个维稳的力量 维稳的势力呢 向国际上进一步的转移 那么对此海外的艺人士有什么样的危险 您作为一位律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让他们能够避免类似这样的风险 我觉得针对这一个不祥的发展试头 海外民运人士呢 要有这种要有三个感觉 第一个是危机感 第二个是紧迫感 第三个是全局感 这个危机感 就是海外的艺人士应该重视 这个这样一种发展 因为这是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 这样一种发展趋势 说明了中国的这个维稳力量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 所宣告的这个流氓五产阶级专政 已经不是一个国内的事情 已经突破了国界 进入了全世界了 在世界范围内 在领土以外 实行流氓五产阶级专政 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呢我们看到十八大以后的态势 十八大以前 这个中国的葛吉领导 是比较遵循邓小平的政治医学 韬光养灰 夹起尾巴做人 那么现在不是呢 现在这个非邓化的趋势呢 非常明显 就是现在再不是夹起尾巴做人 而是进行了采取了进攻性的策略 是东一郎头西一棒 在开始这个向全世界扩张 那么在这种形式下呢 就抢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领导权以后 那么中国政府会有后续行动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就是这些 这个组织只是对待形式犯的 我是政治犯 我是思想犯 我没有忧虑 我高政府忧 我们想想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这个统治集团 什么时候 就是给你明确的区分过 形式犯和政治犯的区别 在文革和文革以前 他把小偷小摸 什么这个 这个偷粮票 这个偷看女生洗澡 偷自行车 都当成政治罪来进行追究 这个甚至达成 右派达成反革命 是实有所闻 他都是把形式罪犯 这个是杀了人 变成了反革命杀人犯 这个这是我们经常听 后来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以后 中共的官员变得更加聪明 变得更加滑头 也变得更加难弄 他们聪明的特征就是 把政治犯 政治上的意见 政治上的这个触犯戒律 或者叫做政治罪犯 形式化 就是我们知道 中国政府最近判处的那些 就是说政治意义人士 好像没有一个是政治罪 没有一个是言论罪思想罪 都是什么又或者是给你按一顶嫖娼的帽子 或者是给你按一个 就是说偷税漏税 这个特别是伪证 作假等等 那是随时随地 就是说捡出来就可以戴上的帽子 我们我受理过一个就是最著名的诗人 中国的一个一位诗人 中国政府就是让他的 就是说让他当时的女朋友 他们俩人年龄相差很大 一定要让他的女朋友来指控他是这个强暴 他是强暴犯 那么是这是自仁于死地的一种做法 那么我也曾经辩护过这个一位 就是说中国的气功运动的领袖 中国政府给他按上了57项 强暴罪加上三项谋杀罪 再加上其他零零种种 无数的当时是57项这个材料 都反正把他抹黑成为一个刑事犯 中国政府枪杀过的那些宗教运动的领袖 基督教底下基督教会的领袖 也各个都是刑事 不是流氓罪 就是叫奸淫妇女罪 我从来刑法里面 我没有找到过奸淫妇女罪这一条 所以在这样一种实践 你对一个人也好 对一个政权也好 你只要看一看他的过去 就知道他的现在 就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 被这么搞下去的话 那么还就是纳粹帝国 曾经作为纳粹帝国工具的 这个形态又要戒死还魂了 所以这个各地国内外 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艺人士 人权运动活游人士 要对这些危机感 第二是要有紧迫感 因为这个时间不是时间一晃就过去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就必须要动员起来 进行从司法抗争 一直到publicity 到公共舆论的这个文宣 把层面都要进行揭露 有全局观就是要这个 不仅要在美国 而且要在世界各地 把这样的一场这个揭露国际刑警组织的 这种货救和它的堕落 政治上的堕落 道德上的败坏 这样一种情况呢 要结合起来 没有这样的这个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 这人为刀煮我为鱼肉的 这样一种命令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 要危机感 紧迫感和全局感 感谢观看